刺激畫面左方兩輛機車發生碰撞 其中這台雙載機車 兩名男子自行爬起 看來沒有大礙 但畫面沒出現的另名傷者 卻被撞到腦出血 緊急進行開爐手術 至今昏迷不醒 事發就在6月3號一早8點多 台東正氣路跟杭州街口 從另一段監視器畫面 清楚看到車禍發生前 機車騎士左手還拿著手機 疑似再講電話 嚇喵就發生車禍 撞傷高齡80多歲的阿嬤 家屬PO臉書心急如焚 尋求車禍當下畫面 透露阿嬤至今 還躺在家戶病床上 回到事發地點直擊 發現這裡並沒有設置紅綠燈 特別是尖峰時間車水馬龍 砌機車跟行人爭道 險象還身 機車騎士經過路口也滿頭問號 左看看右看看才敢起步 沒號至大夥都騎得很隨性 附近居民也說 這裡時常發生車禍 民進入口車流浪大車禍事件頻傳 向外單位若不積極設置交通耗車 只怕意外會不斷發生 三立新聞王浩元陳俊傑 讓美軍台東報導 中文字幕達臨時 中文字幕達臨時 字幕說明 近面